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來說一個又想著嫁入豪門的故事 世紀婚宴 女主角的夢想是當陶瓷藝術家 可惜當到他媽 最近都過世了 他還是沒當成 就是無法靠陶瓷藝術 賺到足夠養活自己的錢 所以他平常都要跟他的閨蜜一起去展場 當服務生打工賺生活費 順便被主管羞辱一下 說你們不好好做 不乖乖給客人吃豆腐 那就滾 怎麼辦 這種不得志 被迫給人當狗的感覺好差 可是又好缺錢啊 看來只能回家上網 查一下怎麼做基因檢測了對不對 要是等等檢查出來 發現你其實生父另有其人 又超有錢 那你不就直接翻身了 然後運氣就來了 有個自稱是女主角表哥的人 寄電子郵件 約他早一天到餐廳祥談 這個表哥自稱來自於海外一個 超大超有錢的家族 簡稱天石家族吧 這個家族 生祖母那一輩 跟人搞外遇 產下失身子 而女主角就是這個失身子的後代 表哥是從基因檢測網站發現這件事的 而天石家族 一直致力於找出所有家人來個大團圓 剛好最近整個天石家族全部的族人 都會去參加 關係緊密的魔王家族舉辦的婚禮 所以表哥想約女主角坐飛機 一同前往 順便去那裡認識自家族人 剛好女主角就不想找工作想找機會白嫖 哦不是女主角是剛好沒親人了 又很想要親人啊 自然就答應前往認親 果然這趟沒白來 下飛機跟表哥坐車來到魔王家族莊園後 女主角就興奮到傻了 這裡的房子大到跟城堡一樣 還有一堆女僕管家 重點是魔王家族組長大魔王 竟然是個年輕的單身帥哥 人也很溫和 還說他做的陶瓷藝術品見面禮 做的很棒啊 真是個好人 接著女主角被管家帶進房子裡 介紹說會有私人女傭照顧他 女傭也帶他到一個超大臥房 說這裡給他住 他長那麼大 第一次來到這麼炫富的地方 他開心到卵子都要衝破天際了 當天晚上大魔王過來敲門打招呼 關心的說今天管家跟女傭有沒有把他照顧好 若有得罪之處 請接受他的道歉 女主角一聽 老渣女的順水推舟 說想道歉的話就要有誠意 就想個辦法逗他開心吧 大魔王一聽也老渣男的表示 這沒什麼問題啊 但你得先告訴我 你會給我打幾分 女主角則是一連寫著 你追我 我一定馬上被你追到的樣子 然後說了個八分 隔天天時家族的人也都到齊了 一找表哥就帶女主角來大廳 讓他跟大家認識認識 但現在感覺認清已經沒意義了 女主角更想要的是被大魔王追到啊 直接當魔王家族女主人多爽 所以當他一回房間看到大魔王 掛在房裡要送他的大禮服時 真的是開心到卵子掉的滿地都是啊 因為通常男生送女生禮服 多少都有喜歡你的意思 喔這是晚上狗頭軍師閨蜜 在電話裡的見解啦 掛上電話後 女主角就換上禮服前往晚宴 今晚人和家族跟地利家族的人也都會到 而其中地利家族的千金 凶大無見到女主角就一臉敵意 講話也酸酸的 人和家族的千金 笨笨則是在旁邊幫忙打圓場 這讓女主角對笨笨很有好感 所以後來在晚宴上 就跟他聊比較多 還約好要一起去成立玩 接著就刺激了 所有賓客都進場後 莊園主人大魔王就走進場 直接來到女主角身邊 說要約他跳開場第一支舞 這讓女主角邊跳邊嘎嘎叫在那 啊啊啊 怎麼辦好害羞喔 大家都在看我耶 人家好開心喔 跳完舞後 大魔王也不管其他賓客 就直接帶女主角去逛花園 逛一逛就逛到屋內聊天 男的說我沒什麼特別的 女的說別裝了啦 我知道你想裝普通人 但放心啦 你那麼有錢卻沒有變成敗家子 光這一點 我就相信你是樸實的好人了 重點是你帶我逛街又帶我來這裡 是想掉我胃口還是怎麼樣 你說啊 大魔王一聽想說你那麼急啊 那好吧 你要不要親我 我外面都找人安排好煙火囉 隔天一早 兄大無跟笨笨來約女主角 去做美甲跟水療 然後過程中 兄大無一直暗示女主角說 你好像跟大魔王進展很快嘛 但你們才認識幾天啊 你真的懂他這個人嗎 你甚至不知道 他永遠不准人進去的私人辦公室裡 藏了什麼秘密耶 你不在意嗎 女主角一聽嘴巴上說不在意 但一轉身 他就偷了管家看管的私人辦公室鑰匙 然後開門溜進去想一探就近 對吧 他肯定要查清楚 有沒有什麼阻礙他飛上枝頭的秘密啊 結果還真的有 桌上擺了一些他的詳細資料 很明顯大魔王派人查過他的一切了 這樣很變態耶 怎麼可以偷偷調查心儀的對象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在哪 既然那麼信不過 那就別信了 哼 他要一個人承擔所有 就讓他自己傷心的默默的離開吧 他馬上回房收拾行李 他要走 別攔他 大魔王則是聽人報告的動靜趕來了解狀況 然後開始解釋說 喔 那麼有錢 一堆臭壁詞為了分我財產才接近我的 我總要調查一下 你是不是他們那種拜金的臭壁詞啊 合不合理 我就是為了真的想永遠跟你在一起 才要確保你值得當我們家族的女主人啊 調查一下不過分吧 女主角一聽 矜持的說到 原來是這樣 那下次也不用偷偷調查啊 你還有什麼想知道的直接問我就好啦 大魔王一聽 默默的靠近 邊親邊說 你以為只有你會怕 我也怕啊 好怕你離開我 之後就兩情相悅剛才烈火做完後 他要去準備幫人籌備的婚禮了 不過他現在真的很想 多準備一場和女主角的婚禮喔 不曉得女主角是否願意 女主角聽了 嬌羞的說 討厭不要開玩笑啦 但硬要問的話 人家當然願意啊 大魔王聽完 開心的立刻跑去準備了一場晚宴 然後跟所有賓客說 他願意嫁給我了 那我們來喝人血利約吧 把那個人類女僕割喉放血 我答應過 只要你們天時地利人和三大家族 跟我聯姻 那我就會用我們魔王家族的吸血鬼血脈來協助各位 飛黃騰達 所有人都能賺大錢 過好生活 前一陣子天時家族 怕來給我當老婆的人 竟然說不想當吸血鬼 搞了個自殺 害我們聯姻關係 差點破滅 還好表哥厲害啊 又弄來一個女主角 讚 大家一起喝一杯吧 女主角聽完 這才明白表哥說什麼 要帶他來參加婚禮 竟然是指他的婚禮 這讓他被嚇得失去思考能力 只想站起來趕快離開 但大魔王跑來抓住他說 別想走 你已經答應嫁給我了不配合舉辦婚禮的話 我就叫我的大老婆 凶大無 還有二老婆笨笨 把你帶去地下室調教調教 笨笨則是安慰的說 你就好好配合舉辦結婚儀式嘛 到時候婚禮上 你會吸取大魔王的血 就能獲得他的吸血鬼力量 然後他會再吸你的血 那婚禮就完成 我們三個新娘就會獲得他的長生之力 像我們都幾百歲了 代價就只有我們要定期喝人血而已 很划算啦 接著凶大無把女主角 關進吸血鬼 睡覺專用的箱子裡 要他在裡面好好思考思考 但關一關 女主角的女佣就把他放出來 說不忍心再看人被變成吸血鬼了 要他快逃 後來女主角從白天跑到晚上 從野外莊園回到了鎮上 找了個民房躲進去求救 但這整個鎮的人都是魔王家族管控的 大家怕得罪大魔王會被殺 這裡沒人打得過吸血鬼啊 所以當他們聽到女主角說要報警 去查魔王家族時 民房主人夫婦就把女主角打婚 再聯絡大魔王來抓人 故事的最後女主角不曉得能怎麼辦 只好妥協到莊園教堂準備進行婚禮 但婚禮儀式竟然是由他先吸大魔王的血 所以他就獲得吸血鬼的力量 力大無窮反應極快 所以他就忽然衝上前打翻蠟燭放火 再找了個棒棒 捅大魔王心臟再推去給火燒 這是殺死吸血鬼的方法 女佣救他死告訴他的 接著賓客們紛紛逃跑 他們沒有吸血鬼的力量 怕打不過女主角會被殺 也有吸血鬼力量的凶大無 則是出來對抗 但打贏後對女主角又要殺不殺 導致被想救女主角的笨笨 逮到機會從後面偷襲 他雖然勉強反擊 卻意外跟笨笨一起撞到一根棒棒 被捅穿了心臟就都掛了 此時沒被燒死的大魔王 跑來要掐死女主角 卻被女主角事前準備的銀線 給切斷了手 女佣也有說吸血鬼怕銀線 然後他趁著大魔王 好痛痛無力反抗時 一腳將他踢到火裡 他就被燒死了 大魔王一死 所有從他身上得到吸血鬼力量的人 就都會失去這股力量 女主角就變回凡人 後來他回到城裡 約了閨蜜要去找表哥算帳 故事就結束了 看完這個故事 我想這故事可能是在表達 麻雀變鳳凰這種好事 真的輪不到我們啦 還是腳踏實地比較實在 咳咳